好那接下来呢 我要讲这个主功能表 主功能表 那这里面其实最常用到 各位最常用到的情境应该是说 我们上课会喜欢用电子书 对不对 那所以电子书是厂商提供好的 所以我必须回到windows上面去操作 那所以这第一个按钮就是回到windows 那跟在白板的中间的切换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是在白板的环境 所以我现在可以在上面写字 等等等 操作然后讲解 那如果我想要回去操作电子书怎么办呢 我就点这一个 它就回到你的电脑的画面 回到你的电脑画面 所以你回到电脑画面之后 你就可以开你电脑的软体 做你想要做的操作 那甚至把电子书打开 然后开始讲解电子书的内容 那在讲解的过程中 它的工具列还在 你这工具列可以移动 左边 右边 下面 浮动 都可以 所以它的工具列还在 所以你就可以使用它的 比如说我要使用它笔的功能 进行做那个注迹 就挑红色 注意哪里 然后就可以进行书写 讲解之类的 这应该是各位最常常使用到的操作方式 那如果你这样操作完毕之后 你要回到你的白板 那我们就再点一下这一个 回到白板 好 这样就可以做顺利的做切换 我会把那个最常用的部分先跟各位做说明 好 那 基本上它有提供可以做教材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这就是一个类似类PPT的环境 那所以我的页面呢 好 我可以在这里做增加 所以我如果这一页 做了教材的第一页 我还要再增加一页 我就直接在这里点加号 它就新增第二页 好 假设我 好 我笔写一下好了 这是第二页 我再加一页 第三页 好 那这三页呢 我就可以透过上一页 上一页 下一页 下一页去做切换 那我也可以把那个全部的页面 打开 我甚至可以挪动 我把它移到交换顺序 交换顺序都没有关系 都是可以这样移的 可以交换顺序 好 那也可以在这里去增加新的页面 好 那你的 你的游标在哪里 你点加号 它就会加在那里 加在那一个页面 所以这个部分应该很简单 这个跟 简报功能差不多 所以应该不太需要 要特别的说明 那这一个呢 这里有两种模式 这一个是简报模式 那简报模式的意思就是说 你只能操作不能修改 通常我们在跟学生 这个上课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简报模式 那如果你要切换到简报模式 你就点进去 然后现在就是简报模式 你就在这边跟学生上课 上一页上一页 然后就开始讲解 那这边物件都不能动 这边的物件就没办法去动 只能使用不能动 那如果你是要修改 就是自己在使用的编辑的环境 我们会切换到编辑模式 那你在编辑模式的时候 这个物件 物件是可以做很多功能的 可以修改 可以变化的 可以加东西 可以减东西的 所以这有两种模式 那至于这个十字型呢 就是移动 移动这个功能表的位置 看你要放在哪里 那这个也是 那比较不一样的是 这个主功能表 刚刚你在windows界面的时候 他是可以到处移的 但是你在白板模式呢 他就不能到处放 他只能放在左边右边跟下面 那不能放上面 因为他知道那个触控白板的位置 通常上面都蛮高的 那个比较矮的老师会摸不到上面 所以他没有提供放在上面的选项 所以你就是只能放在这三个地方 左边右边下面 所以这是移动位置 那这一个 这一个是 这个是做视讯会议跟无线投影 所以其实MyUBO可以少部分 可以少部分取代meet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用meet 你可以直接进入这个地方 然后就可以类似像meet一样 跟学生做远距的教学或会议 然后也可以做无线的投影 那这一个功能是 萤幕截图跟桌面录影 我们一般比较专业的 我们会用OBS去做桌面录影 那当然他也不会很难 但是如果你不想用其他的桌面录影的软体 其实他这里面就提供桌面录影的选项 所以你可以边录影边上课 把这整个画面录下来 就到时候就可以丢到网路上 学生那个缺课的学生就可以直接看网路去做复习 但是呢 我先跟各位说一下 说如果你你的电脑本身的效能没有很好 就是你没有四核八序以上的 四个核心八个执行序以上的 或者是真六核以上的那个电脑 或者是比较旧的电脑 你如果同时又开Meet 同时又开MyViewBall 同时又开电子书 然后你还要做录影 你这四个一起开下去 你的电脑可能会有点lag荡荡的 所以可能你的电脑要稍微检查一下 就是你先试试看 那可能电脑稍微好一点 你全部一起开才会比较 才能够顺畅 这个是事先跟各位提醒的 好 那这个当然就是那个文件的管理 就是我们做好的这个简报 这个MyViewBall的简报 事实上它可以存起来 然后可以下次编辑或使用 那是在这个地方做管理 然后这里叫做百宝箱 这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功能 我们等一下会慢慢来带 这待会再讲 那这个是置入浏览器 就是你的页面里面 如果这一页的教材 你想要放一个网页上的内容 它可以把它直接迁入在这个白板里面 浏览器 然后这个是移动画布 你看我们现在写的黑板只有这么大 对不对 那其实事实上我可以选用这个功能 我可以把它移动 所以我可以把你的黑板 事实上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画面 然后 然后你用滑鼠的滚轮 往后滚 往前滚 它可以拉远拉近 所以你会发现 哇其实你的黑板蛮大一块 他们把这个功能叫做无线画布 就像那个 伯克来大学那种黑板 它黑板事实上是一面墙 教授可以这好几块这样挪来挪去 写来写去推上去 又出现另外一个空间 所以很大一片 那你就可以 这样子去运用 让你放不完 那你也可以把一些 比如说一些解答藏在这边 然后把那个画面推过来 上教学的时候在这边讲 然后有一些互动操作 选上来写答案 那你可以把它答案拉下来 就可以对答案之类的 这个功能叫无线画布 无线画布 然后这个是它的选取工具 我们这里面上面所有的东西 都叫做物件 那如果是物件的话 我们要选到它做处理 都要用这个选取工具 用选取工具 然后这个是画笔 这个也有一些特殊功能 我们待会会一起讲 我先把大概介绍一下 然后这个就橡皮擦 把物件擦掉 把东西删掉 然后这是画一些基础图形 基础 比如说三角形圆形 平面图立体图 或者一些坐标轴的图片 那个箭头 常用的图案这边会有 然后这个是文字跟文字辨识的输入部分 这是回到上一步 跟往前继续操作下一步 这是它大概的功能的状况 我们先大概把工具列稍微讲一下 让你有点印象 知道它可能是什么 我先来回答一下郑老师的问题 那个找不到QR Code的那个按钮 没有最上面这一条 那个各位老师 就是你在使用这个白板的时候 如果 如果你上面这一条不见了 像这样 对不对 你就不知道QR Code从哪里按 对不对 好 这个其实是它 在它使用的那个 类似浏览器的最大化的功能 所以你只要按一下F11 它就把上面这一条还给你了 F11 它就可以切换全萤幕 跟有出现上面这个功能表的 郑老师试试看可不可以 F11 OK 好 那所以这个是画面使用上注意的地方 准备 100 2 4 6 0